中国富豪的炒楼台 就是把香港模式台湾化 准备好了当中国入资来炒楼之后 您愿意当一辈子的巫奴 不是台湾之福 那是有钱人之福 我反对他们在台湾投资 为什么 我说台湾的前途有限 后患无处 好 包括了这个李奥大师 包括了今天这个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还有立委今天对于这个大陆富豪团 到台湾来所谓的投资或是炒楼 提出了警讯 但无论如何呢 他们在台湾的确引发了一股旋风 那今天在台中市政府听简报 出现了小小的冲突 因为主办单位拒绝媒体采访 引发了一位记者不满 当场跟维持秩序的警方 在楼梯口发生了这个拉扯 这位平面记者呢 为了拍摄大陆富豪 厅局水南机场开发案的画面 但是因为这个警报呢 没有对外开放 让这个记者非常不满 他硬要闯入 立刻被原警拦下 那么最后充分勾通之后 还没有再让冲破大 好 那今天是考察台中 那么晚上呢 就要入住这个大陆富豪心目当中 传奇的台湾汽车旅馆 不过这间顶级的汽车旅馆 只有六间总统套房 但是却有九位大富豪要入住 怎么这个分配才会摆得平呢 业者说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干脆让大家自己分 你好 欢迎光临 一字排开喊口号 为了迎接大陆富豪团入住 汽车旅馆业者下午忙着张罗 消毒 整理环境 里里外外一点都不马虎 布置 准备点心水果 台湾特有的香蕉莲霧 还有台中名产珍珠奶茶和太阳饼 甚至特别放置法国名牌沐浴乳 因为我想我们就是把我们的 能够跟我们的总统套房 那种级数是提高 然后比较结合的感觉 贴心的准备 还有专人的按摩服务 都是最高规格款待 只不过六间总统套房 却有九位富豪入住 那该怎么分配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的级数怎么分 所以我们就防号跟防型给他 他会分 不会说像造型的大小头下去分 是他们自己分 因为只有六间的总统套房 因此有的富豪住不到 就得住在这个次一级的尊爵套房 坪数只有一半50平 空间坪数小了一半 业者强调服务不会因防型而缩水 要让大陆富豪住